一辆一辆的沙滩车在海边奔驰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这里是近年来花莲沿海的热门运动 只要1200元就能够享受越野竞技的快感 但是这样的娱乐却造成海滩被刻画出许多赛道 让原本的地貌以及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引发乱象 他们赚钱没有错的 但是重点就是一回到 对你怎么赚你的方法如何 你怎么跟环境共存去谋求这个利益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只要能够跟环境共存 共同创造利益 我们是赞成的 这是好事情 沙滩是公共领域 是公共财 每个民众都有亲近的权利 不应该被某一些产业给占据 甚至有民众遇到被业者驱离的现象 再来沙滩车业者会带游客进入保安林 河川等地方 据统计从秀林重德到苏鹏沿流海岸 住有19家业者经营沙滩车 而花林漆北归县府管辖 以南则市东海岸管理处所管辖 针对业者行为 县府却回应 目前没有母法依循 只能定定相关规定 以及注意事项 缺乏约束力 因为海岸有太多的业管单位了 地方政府不是真正的权责单位 因为中央没有坚定 而且细密的母法来征询 让地方上我们就只能用一些 这个相关规定或注意事项 这阶段县府每月定期派员 巡查业者是否依照注意事项开业 如有未带安全帽 以及破坏保安林等情势 将会依法开罚 除了擦滩车乱象备受诚意之外 近年来花莲地区的空中海上运动 逐渐崛起 也引发不少与这地居民的摩擦 因此居民也要求相关单位 应该要主动辅导业者 在观光跟生态之间取得平衡 遏止愣向发生 原始新闻杂老Beats 花莲秀林 花莲市采访报道